嗨,大家好呀,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莫妮卡 我们今天要来做这个占卜是下周 或者说一周到一周半的时间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什么可以期待一下的呢? 好,我们现在先来选牌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好,先看一下牌背 有没有感应 好,把它翻过来了 第一组 第二组 我们的第三组 JP Morgan 好,我们看一下 凭感觉选一张就好 尽量只选一组牌 好吧 好,那选好的话 我们就从第一组开始 没有选好的话可以在这里按下暂停 好 第一组的朋友刚才选到了这张牌 我们看一下下一周 对你们来说 下周有什么可以值得期待的呢 第一组的朋友 下一周 哇 确实可以期待一下 上来就有一张塔牌 紧接着有一张魔术师 天哪 有没有太刺激 你们下一周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周 哎,出现了两张 我本来只想抽一张牌 哦 哇 The Harfin Page of Wands 好 你们 大牌都出现了 本来我只想抽三张牌 结果没想到 出现了这么多张 大牌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下周 第一组的朋友 什么可期待的呢 Innocence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塔 一上来就出现一张塔牌 可能你们刚开始 就会出现一些比较 没有想到的事情 没有想到的事件 可能跟人的一些碰撞啊 比如说一些没有想到的想法呀 塔的出现嘛 总是预示着你们之间的关系 是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事件 或者说 你们之间的最终的这个结果 这一瞬间爆发出的问题 其实是长久以来累积的 这种问题的一个爆发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然后终于在这个时候给爆发出来了 然后这个爆发呢 引出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也引出了一系列的可能这个 魔术师 当然这个魔术师有可能是这个爆发的原因 就是有人终于好像要 伸张正义了 或者说是终于有人把 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了 可能是你们 可能是对方 所以才引起来了这个 塔 这样的一个事件 引起来了一个这样一个没想到的 突然的碰撞 这个碰撞呢 可以是以各种方式各种形式 就是可能会以一种意外的形式 然后出现 你会发现 原来这个人他的想法是这样的 或者说原来这个人是这样的 就是发现了一些真相 发现了一些之前没有想到的事情 我们再看一下解释 Page of Source 果然是有很多语言的交锋 语言的交流 当然这个塔也可能是通过其他人的 这个嘴来说出来的一些想法 可以是事件本人 也可以是通过其他人的一些信息 了解到这个事情的一些全貌 Page of Cup 有些人想要从你这里获取好感 所以他可能会在你这里 就是说一些有的没的 给你一些消息 结果没想到 有些消息还蛮让你震惊的 就觉得啊 怎么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或这个人是这样的 这种感觉 一个没想到的一个情况 星星牌 这里还有跟你的心愿有关 这个让你意外的事情 或者说你没有想到的事情 是跟你的一个梦想 或者说跟你的希望有关的 看看还有什么 three of cups 有可能是在你的朋友之间出现的 这个想获取你好感的这个人 可能是你的朋友之一 或者说玩比较好的人之一 好的同事之一 或者说这个事件的重点 是这个事件的本身是在你的这个朋友群 朋友堆里面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亲人呢 或者说是你的恋人呢 突然之间发现了他的某些想法 或者说发现了他的某一些 曾经说过的话语吧 就发现哦 原来他还说过这样的话 或者说他还有这样的梦想 或者说他还有这样的一群朋友 都有可能 就是一个让你没有想到的一个事件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魔术师 好我们有个新的开始 有一个结束 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塔的出现呢 在这个 我不知道是信任出现了问题 信任破裂了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重新的开始 这有个king of wands 还有一个死神牌 都预示着新的希望 新的开始 新的阶段的开始 旧的阶段的结束 这个塔可能刚好是在这个 这个时候事实的出现了 然后推了你一把 让你终于可以告别过去 终于开始往前看 往前走了 然后终于可以开始去主动的 做什么事情了 这king of wands在这里呢 其实可以看到你是 在做你想做的事情 你是在说你想说的话 你在表达你的这个想法 你终于可以往前走了 你终于把这个坎过去了 这种感觉 尤其是有些朋友感觉 你在之前好像 可能跟某些人之间 有一些揪揪缠缠呀 或者说有些 没有办法处理的很顺畅的话 那在下一周 你们的这个关系会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你这个阶段可能是指你们就彻底的结束了 终于你要开始去往前走了 或者说你遇到了一些新的人 然后你终于可以跟新的人开始了一段新的关系 这种感觉 就是以你主动的为止 你主动的去想寻求一些新的开始 新的突破这样子 这应该还有什么 也不光可能是 不光是人 也可以是事件 这个塔可能本身是一个事件 某个事件 让你就是突破了 突破了你的认知这种感觉 然后你可能重新开始 由于这件事件的一个 你需要去重建你的思维 重建你的这个想法 所以你在那个经过塔之后 你就重新开始去重建自己 看看还有什么 新阶段的开始 有没有这个塔 你可能都不会往前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塔 真的是推了你一把 让你终于开始就是去 你看 这里有一张 The Empress 皇后派出现了 你终于开始去做自己这样的感觉 那我不知道之前是由于什么样的影响 你可能没有办法 真实的完整的展现自己的魅力呀 或者说有一些 对自己想法的隐藏 或者说对自己梦想的隐藏 这种感觉 隐藏在你的这个朋友圈中 朋友的光环当中 或者说别人的阴影之下 这种感觉 但是你好像终于突破了别人的阴影 你终于开始做自己 展示你自己 这里有一种勇于的展示自己 展现自己 然后可以是以各种形式 可以是以这种 比如说工作的形式 展现你自己的能力出来 你终于开始发挥你的强项了 然后或者说你通过语言来展现 你自己表达你自己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最后这个是 The Hierophant 还有Page of Wands 就是感觉有个大领导过来 给你布置了新的任务 这种感觉 好像是你的上司 顶头上司啊 或者说有些什么机构 或者说是一些 政府都有可能啊 就是一些比较位高权重的人 或者是机构 来给你了一个新的机会 Page of Wands 让你好像有点蠢蠢欲动的 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新的事情 然后呢 Ace of Cups 你是很开心的哦 在这里 这个新的事情给你 能带给你很多的快乐 能带给你很多就是 新奇的快乐 新奇的体验吧 不但有这个Wands 就是一种冲动感 就是冒险感在里面 有一种就是说 未知的像 面向未知的冒险 但是同时情感上 就是很 你是很舒爽的 很开心的这样 那还有什么 治愈疗愈的感觉 你的这个心情舒爽 或者说你的这个开心 能够让你忘却 忘却过去的一段 让你不是那么愉快的经历 可能就是在近期 其实我觉得这个 不太愉快的经历 可能在这个塔的之前 或者说的这段时间 可能是一周 或者说两周 这就是以前的这段时间 出现的一些 比较短期内的一些 不太愉快的经历 它会让你就是 终于能过那个坎了 但是虽然说 好像又引起了你过去的 那个事情的一些回忆 但是好像你终于可以 就是通过一些新的事件来 让过去那个难受的事件 有在过去的感觉 这个事件感觉比较 天象与跟某人的意见不合了 或者说有一些 内在的行为思索方式 不一致而导致的 可能你们都觉得 自己是正确的 可是就是 有的时候在一些问题上 就可能没有对错 只是大家的立场不同 所以大家都认为 自己是对的那一方 但是可能就是 究竟是公说公有理 佛说佛有理 是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去 做一个终结判断对错的 一种这样真结性的一个问题 好看看还有什么 temporance 那有可能是 跟之前这样发生问题的一个人 你们会有一些交流 或者说这个人主动来给你交流 或者说这个人 他通过一些机构来跟你交流 就有可能有给你认错的这种感觉 这里有一种 就是这个人可能之前 做了什么事情对不起你 或者说伤害了你 跟你有不同的意见这样子 但是他今天想通过一个权力的机构 通过公司来向你道歉 是有一些传递消息的 这个含义在里面 然后他好像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然后这件事情整体上呢 让你的心情还是蛮舒爽的 就是你会有一种 好像终于等到了最后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感觉 to off to off source 可能之后你会要 需要面临一些选择 这里不是说有权力机构来 给你布置一些新的任务吗 然后这个人也同时向你道歉 可能你会需要去做选择 比如说 可能是有新的领导 给你布置一个项目 但是过去伤害过你的这个领导 又给你其他的项目 想再次跟你合作 所以你会面临选择 具体去选 跟谁合作呢 具体要怎么样呢 就这样的感觉 就不一定会是这样的事件 但是可能 你们可以往身上 自己身上套一下 你会可能面临一个 比较纠结的选择 好 这个是你们的下一周的情况 就是有很多的新的开始 新的挑战 然后就是 然后还有过去的人 可能来给你道歉啦 这样子 然后会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马上就会发生 就是在一周 刚开始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好 我觉得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啦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好 我刚才忘记讲这张牌了 Innocence在这里 就是下周你们会有新的项目进来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肯定的 或者说新的任务啊 或者说新的人啊 你会对一些事物 有一个新的认知 然后去踏上一个新的旅程 去做一些 之前没有涉足过的一些事情的 之前没有涉足过的领域啊 行业啊 专业啊 都有可能 不一定是完全的在 就是跳进这个行业 但是你可能是浅浅的开始接触 包括跟新的团队合作 然后开始互相触碰 想要去完成一些什么将来的一些大项目 但这个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就是说啊 从下周开始 这个节点开始 你可能新的旅程就要开始启程了 好吧 好这个是第一组 拜拜 哈喽我们刚才第二组抽到了这张牌 看一下你们下一周会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呢 好 这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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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 你们在进化什么呢 看一下 下一周第二组的朋友有什么可期待的呢 这张是 都是宝剑的能量 你看 The Devil 这三张牌 Full of Source 那你们可能会 就是首先 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太多的变动 会休息一下 或者说你可能需要让自己的 这个脑海里 静一静消停一下的感觉 不想去想太多 事情可能 身体上的休息 或者说心理上的休息 不想有太多的烦恼 也可能是 确实就是周围没有什么烦心事 所以你可以稍稍的就是短暂的休息一下 做的工作啊 都是一种比较日常性的 或者说不需要太多动脑的 就是跟之前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样这种感觉 之后呢可能周中 或者说到快到周末的时候 你就开始忙起来了 你可能会接受很多的信息 遇到一些新的人呢 可能有新同事进来 你会跟新同事有一些的交流 这种感觉 可以是新同事啊 也可以是同公司的 就是一些其他的 可能之前不太了解的一些人 那可能是工作环境中 也可以是你的学习的啊 任何的这种生活环境中 就是你的头脑开始 思辨起来了 头脑开始接收信息了 不像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有点懒洋洋的 然后周中开始接收一些外界的信息 包括有很多人来找你啊 这种感觉就忙碌起来了 然后等到周末的时候 就是周末前吧 可以说是就感觉是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的周 周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周一周二这种时候 太闲了 或者说你休息太久 以至于你不得不把这个工作都压到最后去做 就是你好像 就周末一直在加班这种感觉 就是你之前 在休息 然后这个工作 就突然间可能又来了一些新的项目啊 新的活啊 让你不得不就是周末就开始加班的感觉 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忙碌 单看这三张牌是有这种感觉啊 然后看一下具体的 我们的宝剑寺 Fall of Swords King of Wands 明明还 你们其实就是准备的是很好的 就是说你们的规划的是很好的 比如说就是下周刚开始的时候 你们可以就是休息一下 是按照你们的计划来说是也很不错的 就是是一切按照你的这个规定来 一切按照你们的计划在进行 就是很有条有条不稳的这种在进行当中 就还蛮不错的 然后Queen of Cups 也是觉得就是说大家比较和谐吧 就是如果是团队当中的话 也是有互相帮助比较和谐 如果你是领导的话 就是你的团队成员也比较好去掌控 或者说比较听话的这种感觉 好像没有太闹腾的那种情况 但是就是好像有点 就是因为可能不太紧张 这个就是工作没有那么紧张 没有那么那种感进度 要汇报这种感觉 所以大家好像有点懒洋洋的 就没有太没有太有这种冲劲 那有可能是你们在休假 这有可能整个是个休假的情况 所以大家的心思都是在玩上面 明明可能是有一些工作的 但是还是在就是整体的状态 还是在休息 就是休息玩乐为主 然后就是自我疗愈 开心为主 这样的这个这种状态 然后page of source 我们这两张page 你看这里其实要在你的这个 休息的这个这个这个表象之下 隐隐的其实已经有流言蜚语开始起来了 可能是工作流言蜚语 或者说你的这个心思 就是已经有点慢慢的开始动起来了 需要去转移到这个之后的工作上面 就有点开始忙碌了 就是有一个过程从一个休息 然后到一个好像开始慢慢动起来了 那我觉得你休息的时候 其实你的还是有一部分 没有完全的在休息 没有得到就是人整个的放松吧 但是一部分还是在休息了 你看page of source 这个事情进展很快 那可能性是一个就是突然性的事件发生 就这个这个人突然来找你 找到你说 哎那个谁谁谁 不好意思啊 你这可能要就是加点班 我们现在突然有点火要来 就是或者突然间要汇报什么东西给领导 突然间要就是甲方有消息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马上把这个报告都做好 这种感觉 就突然间有个消息传来 让你一下子就是看一下你会怎么样 哦这Ace of Pentacles 可以哦 是一个新的机会 突然间有个新项目过来了 突然间就是有人来告诉你说 哎这有个新的机会 怎么样 你可能就一下拍屁股起来 说我一定要抓住机会 这个可以 这个单我要接 你看Queen of Pentacles 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这一个可以让你赚就是 不大不小一笔钱 可以算是比较大的一笔财富 嗯是挺好的 是挺好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 可以是一个比较偏不能说巨型的项目吧 至少是能够让你吃饱喝足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还蛮突然的 感觉是在你一个休息的状态当中 突然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由一个人来带给你的 看看是什么 然后这个就很合理 The Devil是吧 然后你就一开始就是全身心就开始扑到了这个工作当中 为了你的这个新的项目 新接的这个单子啊 或者说是 为了你这个新接的一个什么事情 然后就开始废寝忘舌 The Devil完全开始 啊 The Star可以哦 赶紧来一张 我这个塔是为了遮它的 好我再拿一张别的吧 给它遮一下 哦是你的 是你的心愿呢 这个 嗯怪不得 就是你这个Double是确实很忙 就是全身心的扑在工作当中 但是这个是 合你心意的忙 或者说是你心愿当中的忙 因为你是在完成你的梦想 终于有了个机会让你来实现梦想了 你终于可以做这件事情了 领导终于给你布置了一个你擅长的事 或者说终于可以表现你 展现你自我的一个事都有可能 或者说可以给你将来有很大一笔奖金账的一个什么事 所以你一下觉得哇 简直太好了 这是一个就算我这种加班加点 我也要把它完成这种感觉 所以你投入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啊 在上面 Six of Source 刚开始可能会有点难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会有一点就是挣扎的感觉 可能太忙了 或者说你会需要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问题 所以刚开始不会那么容易上手 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 但是会慢慢的变好 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顺 你看又一张Double 你们这两张Double 所以这可能会真的让你投入非常多的时间精力 甚至是加班加点 去完成它 可能你的周末都要搭进去这样子 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从好的事情上来说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终于接到了一个可以赚一大笔钱的这个项目 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你这个可能会有比较少的这个休息时间 就是比较还挺简单清晰的一组牌 对你下周来说 然后这个Purification呢 我觉得就是有点就是那种过滤的感觉 你可能趁着这个休息的这段时间呢 你有在好好的思考 你想要去从事什么行业 或者说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去好好的去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了这种平静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机会到来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去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种感觉 其实有一种进化感 好 那我看我们现在讲了九分钟 上一组我讲了好像十一分钟 所以我们为了公平期间 再给大家抽一下 看看下周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哇 你看 Slow down Celebrate Yourself Slow down 嗯 哇 好 Slow down跟你们之前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我觉得你们是会获得一定的成绩 或者说获得一定的肯定 然后这里有在说 就是说你们可以不要那么着急 然后可以就是试着慢下来 慢下脚步 不需要过于急迫的就一定要去有一个成果 可以就是慢慢来的感觉 然后就说你可以真的趁着好好休息的这个时间去 嗯 靠劳一下自己 但是 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在一个你马上要投入到一个激烈的战斗当中之前呢 你首先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好好地奖励一下自己 嗯 奖励一下自己上个阶段的阶段性的成果 然后好好地放松 然后才能去迎接下一个挑战 这种感觉 就不要一下子就是太忙碌 就是同时平均平均速的那种忙碌 every hurricane comes to an end 就是暴风雨总是会过去的 嗯 这种感觉 好那如果是这个暴风雨在说你之前阶段的难过的事情的话 那可能就是就是在说这个阶段都是会过去的 那如果是在说你现在正在进行 或者未来需要进行的一个很忙碌的阶段的话 或者说需要你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工作的话 那可能就说这告诉你这个阶段性的 这个是会过去的 就算暴 就像暴风雨这个来临一样 一切都是会有一个终结的 所以嗯 但是就是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 这里也有说要slow down 就是不要太过于着急 你可以就是去 嗯 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去做 但是还是要就是有步调 有你自己的这个步法 去来完成这件事情 好吧 好这是我们第二组的信息 希望对没有帮助啊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你们刚才抽到了这张牌 第三组的朋友 我们看一下 下周有什么可以期待一下的 那下一周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呢 这张是什么 strength 力量 好 那看一下 下周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呢 Ace of Wands 看看第一张牌就是Ace 看看应该是你们有新的任务要出现了 可以哦 嗨 Pristess 面对新的任务你们好像很冷静呀 好像没有那么热血沸腾的感觉 three of cups 好开心的感觉 好 Ace of Wands就是新的任务新的项目 然后新的挑战都有可能新的机会 就是一切 跟你的新的新的事物有关 跟你之前不太熟悉的领域有关 然后就是来了一个让你新任务新事件出现了 high priestess就是一种可能被动感或者说拒绝感 或者说暂时不是那么的想要的感觉 就是我冷静一点我再看看这种感觉 然后three of cups呢是这种 就是跟可能朋友在一起很开心 然后这种聚会啊 欢聚啊 过节啊 这样的感觉 我下周末我们是要过那个good friday嘛 所以会有四天假 所以还蛮印证我的 就是会放假 估计会跟朋友聚会这样子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还要具体来看一下 看一下Ace of Wands 有新的机会进来 嗯还蛮快的下周 下周周一周二周三 可能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机会呢 嗯让你离开现有环境的机会 或者说一个 一个哦两张Ace of Wands 或者说让你拖出 拖出别人的视野 或者说终于冲出别人的看法 对你的看法对你的意见 终于不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这个想法了 或者说你有有这样那个机会 终于可以不用去在意别人对你的想法了 应该可以这样说 然后嗯这样的这种感觉 然后你有挣脱束缚 然后形成自己新的看法 然后终于去想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了 尽管别人好像对你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的认可 所以你好像就是悄悄的去做 可能你确实内心是想做某件事情 然后突然间然后得到了某个机会 尽管说别人对你这个好像不那么认可 或者说大家会对你的这个做法有些意见 有一些疑问 有些问号 但是你好像不是很在意 你有就是悄悄的就开始去实施了 没有告诉太多的人 你有可能比较想是比较想是做出一点点成绩之后 再向大家公布这种感觉 还有什么呢 要重建 这个Fall of Wands 感觉你好像对之前你所建立的一些事情 有些不是那么的满意 或者说你想重新去构建一个新的世界 所以你有开始去重新构建你的一个理想呀 重新去构建你的这个各个方面嘛 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搬家呀 你想重新再找房子呀 然后重新再去寻找新的朋友圈呀 都有可能 就是你想要重新开始再来一下 或者说更新 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的high priestess 你们有点被动啊 面对别人给你的消息 就是有人来给你一些信息 可以这样说 或者说重新来给你一些信息 过去 过去什么样的一些人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看一下 哦 这个是一个过去跟你有一些不开心的 一个人 他好像重新来找你 这也是有 我有感觉到这种 他来找你干什么呢 我再来看一下 是向你道歉 还是说想要干什么 因为你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还是蛮冷静的 就如果说 对方曾经伤害过你的话 让他可能重新找到你 然后表示想要跟你一起干嘛 或者说向你道歉 这种你好像没有表现得很热络 就是说哎呀没关系啊 我们就是还是好朋友 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还是可以好好合作 但是我觉得你是比较冷静 就是啊 OK 好吧 我再考考考虑考虑 就是那种 嗯 商业性 商业性对话的感觉 哦 你们曾经是还不错啊 那我就拿这个了 曾经你们的关系是一度还不错 然后这个人他也 妄想 就是说拿回你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或者说找回曾经你们之间关系的那种 嗯 好的那一面 想要跟你重新再开始 不一定是感情关系啊 可能是跟你之前是合作关系啊 甚至是上下级啊 领导的关系 就是他可能重新想要跟你再合作 或者说重新向你示好 哎 我刚刚看到这张了 又来给你个机会说 哎 我这里有一个项目 我们要不要一起做 这种感觉 就是之前的事情不好意思啊 我们再重新来啊 这种 嗯 就是一个人过来 你们之前的有些 不愉快 那我觉得这个 那你值不值得跟他合作 就看你们自己啊 那我觉得你这里是有点拒绝的 你想做一些新的东西 你看 你有你想突破一些新的事物 新的挑战出来 然后 我甚至也有些朋友在这里想 可能偷偷离职 偷偷去寻找新的工作 或者说新的合作伙伴 这样子 已经在往前看了 不想再拘泥于这个旧的事情当中 但这个人 他又跳出来向你示好 但是我觉得你就是比较冷静 或者说比较冷漠的一个状态 嗯 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你又跟你的朋友过得非常的开心 就是你对这个来 重新找回你的这个人 就是有点 就是已经走远了 不好意思 当时的伤害已经发生了 是没有办法再走回到 那个 重新开始的那种感觉 或者说没有办法再好好的合作了 这样的感觉 然后 我们的 3 of cups 再看一下 你们是 跟一群朋友一起开心 哇 我们今天三组 我真的要说 每一组都抽到了这个star牌 每一组都有这个星星牌 我觉得你们的心愿可能马上要成真了 所以你们会有个庆祝在这里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心愿啊 那我先恭喜大家 你们的心愿 那要成真了 或者说马上就要成真了 八九不离十就要成真了 所以你们才会 很开心的提前就开始庆祝了已经 还有什么 Ace of cups 哇 超开心 你看有没有 好 还会可能是根据一些新的事情 新的人啊 新的感情啊 新的让你感兴趣的事情 而开心 而庆祝 或者说在这个 庆祝的活动当中 就是你一起 庆祝一起 出去玩的这群朋友当中 有人还 你还是挺喜欢对方的 这样 你可能就突然从中发现了 我好像喜欢朋友A 我好像有点喜欢朋友B 这种感觉 那也可能是某人对你 或者说你对他 其实是还有一种比较强的 占有欲的 就是你还是有点想要 就是说 跟他 跟对方在一起 但我觉得这个 Devil有的时候出现在感情当中的话 我是觉得 对方 尽管说可能有一些 感情关系在身上 就不是单身嘛 但是 还是就是没有办法忘记 这种感觉 或者说尽管你们不是单身 但是 还是就是对对方有这种小路 乱撞 有这种心动的感觉 嗯 但是也不一定你们会猜出什么行动吧 就只是可能是想想觉得说 哎我对这个人好像好 有好心动啊 只是这样子 这种感觉 哦 你看 嗯 我们有张 但是我们这是逆位出现的 Ten of Cups 那 其实我觉得正逆位这里 其实这张牌都是有这种 嗯 合家欢乐 或者说感情比较好的这种状态的感觉 啊 我们这里其实有两张 三张都是跟情感有关的牌在这里 我们再来解释一下这个Ten of Cups 那我觉得这个情感关系 或者说这个群体的感情关系 好像是也需要一个重建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要重建 重新建立你的这个朋友圈 或者说朋友圈当中 大家的地位会有一个变化 比如说某些人可能之前一直是默默无闻 不爱说话的这种角色 突然间变得很 呃 健谈 某些人他可能总是喜欢张罗着活动的这样一个人 他可能突然变得很沉默 或者说不愿意跟大家出 出来玩这种感觉 就你的朋友圈当中会有一些 可能 嗯 不太稳定的因素 有一些跟之前不太一样的情况出现 的Amper Amper也是一个比较 掌控欲的一个朋友 或者说你对你的这群朋友 你是对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掌控欲的 你希望你自己是一个领导者 或者说你希望你自己是一个比较被重视的角色 当然是了 你确实真的是 嗯 大家是对你非常的重视 你可能是一个 就是圈子里的重要人物 或者大家都会有以你的意见为主 就是你如果不在的话 他们会讨论你说 哎那个谁谁谁他怎么没有来 然后你在的话就是你的意见是比较受到关注的这样一个点 那那这里其实有说就是整体上来说是比较和谐的一个状态 然后朋友当中是有人有有这种好感的 然后但这个好感有可能会打破你们这个朋友圈的一个比较和谐相处的一个局面 或者说之前啊 长久建立起来的一个比较稳固的局面 可能会被一些突如其来的好感所打破 可能是有人喜欢你偷偷喜欢你 或者说你可能突然间对某人感兴趣 然后就是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吧 但是你的掌控力好像还在这里 就是说你好像是比较想要掌控这样的一段一个集体的这样的关系 当这个集体也可能是你的这个团队 不一定是朋友啊 也可能是就是同事氛围的一个团队呀 这样的感觉 小集体 好吧 好这是我们的第 第三组 然后我们第三组这里最后一张stress 我们的力量排在这里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的话 你们 下周是比较张弛有度的 就是给人很有力量感 或者说有一种当人不让的感觉 让人没有办法 对你们 就是说没有办法看清你们 就是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包括这个向你道歉或是重新来寻找你的这个人 然后就会觉得你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角色 觉得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很有弹性的 或者说很有智慧的 这样的感觉 好吧 好希望对你们有帮助了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